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想和大家探討一個英國很奇怪的房屋現象 就是有人沒有屋住,但又有屋沒有人住 更加離譜的就是明明英國的空置狀況挺嚴重 有很多物業是有空置狀況 稍後會看數字 但竟然繼續無論政府或很多私人機構 都說要推動建更多屋 包括新上台的工黨政府 說每年要平均提升30萬個新單位 為何這麼多空置的房屋 但政府也要大力推起樓呢? 明明就是有空置 為何有這麼多人無家可歸 都是搞不定呢? 今集就和大家看看這個 對很多人來說很重要的話題就是房屋的問題 開始之前買個廣告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一有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首先看看這些數字有多令人驚 只是說英格蘭 原來已經有70萬個空置武裝修物業 70萬個 大家想想 現在工黨政府上台 打算五年建立150萬個單位 平均一年是30萬個 這裡已經是超過兩年的數字 而當中 當然有些可能是短暫的 例如說買了房子還未入伙 那些 如果扣了那些 只剩下一個叫做長期空置 在定義上 即是六個月或以上沒有人居住的 就叫做長期空置 那長期空置呢 也有26萬1千個 都很多 差不多30萬個 接近工黨所說一年的 建房子的目標 所以第一個大的問號 就是為什麼 明明有這麼多空置的單位 但依然是政府鼓勵 發展商和政府自己 都想建多些房子 一會兒會說這些 另一個 都蠻令人驚的數字 就是我們說一些 Council properties 一些地方政府的物業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 近年是哭聲 說他們其中一個很大的開支 他們要找一些物業 安置一些老宿者 一些失居 即不是失業 是Homeless 失居 或者叫做無家何歸者 好了 但原來 竟然只有英格蘭 我們看英格蘭的數字 都已經是33,993個 這是早一兩月的數字 即是說 大約34,000個 全英格蘭 有這些空置Council的物業 這個是自從2009年以來 最高位的 而超過一年空置的 有超過6,000個 Publicly owned Homeless 一些公共持有的物業 是超過一年 即是很誇張的數字 這也是 明明很多地方政府 就說他們花很多錢 令他們赤字 就是因為他們安置一些 無家可歸者 找的地方 可能要外租 又或者要付很貴的錢 去負擔臨時居所 但原來也有30,000多個是空置 為何不善用呢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看下去 首先第一件事想看 究竟空置房屋的成因是什麼 有些絕對是錢的問題 尤其是剛才所說的Council 有很多的Council 他們因為缺乏資金 所以不能夠翻身 或者令到他們的物業 有一些不適宜居住的狀態 一些日久失修的狀態 令到他們變回適合居住 有些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的收入不夠多 另外有一些 其實可以說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有法律責任 是要為一些無家可歸者 是提供一些居所的 正正也都因為這樣 他們就是要找些錢回來 提供一些臨時的居所 變成他們想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有些就會寧願選擇 不如我租吧 找一些私人業主租一些物業回來 就不去處理他們自己手上的 那些空置的單位 因為要處理到需時的 變成他們寧願先優先 找一些臨時的居所 反而就慢慢再處理他們本身 稍後上持有的物業 例如那些 council houses 這個是令到出現了一個怪現象 就是為什麼會 council有空置單位 但他們偏偏要賺錢 去租一些私人物業 是給老宿者居住 這個是第一個現象 第一個成因 另外其實 有些我叫做Affordable Housing 並不是完全全部都是由 council提供 有些是來自Housing Association 房屋協會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 在私人發電商買回來 然後租給或買給低收入的人士 他們都面對財困問題 賺不到很多錢 另外就是 原來就是 有時他們會發現 那些單位 維修費都貴的 還有就是 安全的改善都貴的 變成 我都沒有錢了 其實我明明擁有這個單位 但我要把它維修到 適合居住 安全的話 都需要很多錢 但我沒有這個錢 於是乾脆封了單位 鎖起它 不要讓人進去住 我就沒有一個法律和安全的風險 一個責任 因為又有這個怪雞現象 這個情況在 council上也會有的 明明他有一個物業 但就是因為要收拾它 因為可能已經有實收 但又沒有錢維修 寧願先放下它 於是就出現了這個怪雞現象 這個就是講了公家 和居住的情況 但剛才說 有70萬個空置物業 但只是長期的 都二十幾萬個 這些不是全部都是公司 私人那些又怎樣 為什麼沒有人進去住呢 包括擁有的業主 為什麼不租出來 或者他們賣給一些想買樓入火 想去上車的人 有部分原因 就是來自一些程序問題 現在有一些我們叫為遺產貨 有一位業主他過生的時候 他的後人 遺產的執行人 和遺產的繼承人 他們如果想賣出物業的話 是要申請一個許可 一個證明書 不要說許可 這個許可 申請是需時 有些人說 搞大約一年才可以的 這個是會令到一些物業 就算他們 遺產的成計者 是想拿出來賣 都是會延遲了這個 process 因為他要遲了才可以 搞這些手續 會拖延了時間 這個是會令到整件事拖慢了 有些是有其他原因的 例如他不關於遺產事 純粹覺得有感情 例如 可能那個是我以前成長的地方 有些回憶 我又不是等錢勢 不如留下他 可能偶爾 一年去一兩次 多假期房子 住下回來 有些感情 賭物私人 有時候想回一些他的家人 所以有些人是因為感情因素 不想讓外人進去住 住到髒了 或者住到變了樣子 所以寧願vacons 都不租給人 這個是有一種情況的 這些 香港就有其原因 有些聽說 就很有錢 上司公司那些 頭、主席、創辦那些 都將所謂風水屋 風生水屋 以前住在公屋 一直找方法 保持住他 寧願甚至交付戶的租金 都是不去交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在香港可能多些 這裡可能少些 比較多是情感上的 有一種不關情感事 純粹是覺得 例如條件不適合 他可能覺得 現在的租務管制也很麻煩 雖然他不是真的有租務管制 但是 對於業主的責任很大 也不可以亂加租 尤其是剛剛工黨新推出的改革 又是說 加租的幅度 也是有一個機制 不可以亂加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惹了責任上身 但又不是真的賺得多 我又不是有壓力 譬如可能已經供掉了 不如先調控他 我又不是等著要花錢 沒有什麼現金樓的需要 所以就乾脆不放出來了 有可能是這樣 這些就不是因為感情上問題 其他原因 他覺得不適合放租 就保留住 這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知道了 就是為什麼會有空置情況這麼嚴重 但是 為什麼繼續都是會想起樓呢 為什麼繼續會有發展商會是起樓 政府都可以起樓呢 有兩大因素 先說政府方面 很明顯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就是工黨未上台之前 已經說 如果我們上台的話 會五年起150萬個單位 原因就是因為 保守當做不到工作 那些傢伙是完全搞不定房屋問題 可能沒有一個 譬如說 主席 或者是一個北大人下來給指示 不知香港 就說要解決房屋問題 所以就懶懶行 現在工黨上台 就有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做不做到一回事 至少這個是競選的時候的一個承諾 和一個大方向拉票的一個做法 很自然 上台之後要賺錢 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都繼續維持著這個30萬的政策 一連30萬的這個數字 這個當然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居多 第二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雖然有很多空置的情況 但不是那麼容易將這些空置的物業釋放出來 例如剛才說 有些人是不願意放租 不願意放買 即使那些公司 一直都會收一個叫空置的物業 他們那個叫council tax 是會有些機制令到他們不想保留著不租出來 簡單來說就是 希望他們因為council他們的機制令到他們會肉赤 不如放出來放租 放賣 這個是會有些刺激作用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他寧願這樣也不放出來 於是出現的情況就是 其實真的不夠的 即是真的有屋沒有人住 也有人沒有屋住 所以這些空置單位釋放出來的可能性不大 尤其是很多經過半年一年空置都不是拿出來 你是很難令到業主回心轉移去改變 所以為何私人市場上 繼續都有發展商興建 因為就是需求存在的 有需求自然有商機的 那些私人的發展商 自然會繼續蓋樓去迎合市場的要求 這就是因為那些被人扣住的貨 一邊釋放不出來 而導致了需求繼續存在的 一種怪計現象 那樣的現象有什麼影響呢 對整個社會來說 和對不同的個人來說 最大影響當然就是 會令到房屋危機 房屋危機加劇 因為這班業主不放出來租 或者是房屋公司和公司 那些物業不拿出來被人居住 變相令到供應少了 但如果需求不變 那樣很賤 就是令到供求的失衡更加嚴重 這是第一樣很明顯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就是財務上的壓力 對於剛才所說的公司和房屋公司 他們不能夠拿出這些物業 是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居住 而他們又是需要另一個地方 來滿足一些無家學歸者 又或者是一些房屋公司 他們都是要繼續找一些新的物業 投資或者買 來繼續營運他們的營業 都是令到他們有財務的負擔 第三樣的影響當然是對於一些中低收入人士 是影響最大的 因為如果你是高收入人士 其實你不難去找到物業居住的 這些空置有屋沒有人居住的情況 是零剩多發生在一些中低收入人士 他們會居住的房屋類型那裏 即是說這個增多觸消的情況 是絕對最大影響的就是這些比較低收入人士 對於他們來說 本身已經財務的狀況不是特別理想 你還要令到他們更難找到的地方居住 這當然對於這些人來說 是更加白上加根 亦是創造了導致一個社會 不平等社會不平等的情況 最後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剛才說過有些物業 因為情況的環境不適合居住 所以就不拿出來的 尤其是公司的房屋是不少的 但是他們門就鎖了 不讓人家居住 但不代表其他東西不可以支掌 例如如果不處理這些空置物業 可能就會形成一些老鼠 這些溫床 甚至罪案溫床也不奇怪 都有可能爆入去前往吸毒 犯罪分子可能會爆入去 借用這些空間作為不法行為 這樣可能令到附近周邊一些 其他居民受到滋擾 或者無緣無故 因為這些空置房屋 令到他們社區不乾淨 甚至罪案都會多了 都不出奇 可以說是一個無奈地 把負面的情況擴散 附近的居民都要受賣 說到有沒有方法去解決呢 有很多學者、評論人都說過很多 例如會不會是鬆綁、拆除鬆綁 剛才所說的遺產貨 拿出來賣的程序 可以加速嗎 或者會不會加重了一些 任由物業雕空的業主 他們的負擔 如果你任由物業去雕空 不租出來或不賣 你需要加加加加加加 不停地加這個計劃 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這亦違反了自由社會的原意 為何我有物業 就一定要拿出來租 拿出來買 好像強迫別人 去到將加加加拿出來 這個是一定會遇到一些阻力 所以是否真的不容易做到呢 其實也未必是 各位觀眾聽眾 你們會不會都聽完今集的說法 覺得英國的空置房問題 都幾嚴重呢? 你們有沒有好處可以分享一下呢? 歡迎下面留言聊聊天 多謝你收看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因為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